我們第一個啦 我們用Pn2.5這個測站資料 打開之後他給你一個 哇 這個亂七八糟的資料 不過我們剛剛有分析過了 其實他的資料放在這邊 他的key在這裡 冒號前面就是他的key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 因為他是一個大瓜糊有沒有 所以他是一個字典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解析的話 那你記得你就要用字典的型態 先把它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呢 再利用剛剛提到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就是 有沒有這邊不是有個什麼get 有沒有 那get後面加一個key 因為件的話就key key的話你就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key的名稱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個 就叫做recourse 有沒有 所以我給他一個key 如果我給他一個key的名稱叫recourse 他會得到什麼 得到後面的東西 他會幫你把後面這個value丟回來 有沒有 所以他得到就是下面 他後面的那個串列 丟回來 丟回來之後 你可以把它解析比較OK的 那你要怎麼解析 那你可以把裡面的資料抓到之後有沒有 因為他一個一個裡面的資料 還是放個字典 那我要他這個字典裡面的什麼部分 我要後面的部分 我要values的部分 values 不要前面的keys 所以我就怎麼樣 這個字典裡面的values丟回來給我 然後我再轉換成串列 那就OK了嘛 所以怎麼做啦 那我先demo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用到那個genedit 做法其實很簡單 記得就Ctrl-A 這邊Ctrl-C 然後切過來之後 記得先切到test模式 把它裡面可能delete掉 不delete也沒關係 直接蓋過去也可以 然後再切到tree 那你可以收折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有10個欄位 10個欄位裡面的話 你可以往裡面找 那我剛剛找過的是recourse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如果外面它是一個大瓜壺的話 那將來當然你就是用字典的型態去抓 如果是中瓜壺 那你就要記得用那個串列的方式去抓 然後再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裡面的資料也是什麼 也是大瓜壺 所以它變成說它是字典 串列 字典 所以如果是這樣 那怎麼樣可以 第一個 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很簡單 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先demo一下 這個是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最後我要得到的就是這樣 有沒有 就是一個串列 裡面有五個資料 有沒有 第一個大乘 這個應該是要彰化吧 PM2.515 最近好像有些這個資料都還蠻高的 當然這個我沒有把它畫成圖 畫成圖比較好 好閱讀 好 那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可以把它得到結果 就是這邊看到應該是78筆資料 有沒有 那個recourse這邊會出現嘛 recourse這邊有78個item 所以我剛剛其實是把第一個 有沒有大乘 彰化 13 還有日期 時間 編跟一個單位 把它get之後變成像這樣的一個 有沒有 像這樣的一個串列 那應該怎麼做 OK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一樣 像上個禮拜一樣 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什麼 先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下來 你們可以 從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找到那個 P2.5一個第一個step在這裡 第一個step 22頁這邊 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你把它下載 那還記得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其實 Input Request 然後呢 後面有個get 把網址貼到這邊就OK 所以第一步 請你把這個Ctrl-C 這三行對不對 然後貼到我們這個程式裡面 開一個module 然後把它貼上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邊有雙引號對不對 你把那個網址給它 那個網址 就是那個剛剛 P2.5這邊 我們在P2.5這邊 有個json 檢視資料 不是有一個 資料下載網址 就把這個資料下載網址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把它get 這個json 然後幫我print出來 所以呢 print這個裡面的資料 得到的應該會像 剛剛我們在那個 瀏覽器上面看到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資料 好 那我假設已經抓到哪裡呢 抓到這個地方了 html.test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去解析它 當然接下來第一個 我必須要 所以這裡的話 你們可以 這個是第一個step 先把 就是json的資料抓下來 那第二個step的話呢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第二個step的話呢 這邊有 2有沒有 解析json 並且輸出成list2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用前面這兩行好了 我先用這兩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跟上個禮拜最大的差別 就是呢 我們會用一個模組叫json 所以它內建已經json 你不用再另外安裝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 點rows 特別是叫 有加S json.rows 也就是漏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些資料 把它漏到json裡面幫我解析 那這一件事情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幫我把它轉換成 一個字 字典的形態 所以最後假設啦 你把這個註解符號拿掉 你把它print出來之後 那這個把它 這個上面這個 這個把它註解掉 Ctrl-1 也就是我 假設呢 把剛剛這些資料 丟到那個json裡面 他幫我漏 幫我把它轉到哪裡呢 轉成一個字典的話 那你可以看喔 把它print出來 第二步 那你可以看喔 他已經幫我把這個json的資料 變成我們Python裡面的那個 這個一個 這個一個字典的一個變數了 所以現在已經跑到我們的 這個城市裡面了 只是說呢 它一樣啦 這個結構基本上喔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大瓜糊 裡面放這些東西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 這些還是一樣一堆耶 那可是我要的並不是全部 他現在做的是 全部都下來了 那我需要的只是 其中的一個什麼呢 我剛剛有看到嘛 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的是這個 叫做Recourse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 應該算第三個步驟 就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有一個叫 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DICTE這個 然後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利用它 裡面的一個方法 哪個方法 叫點GET GET後面的話呢 小瓜糊 裡面的話就給他 跟他講說 我不要全部喔 我要的其實是 裡面的一個Key 哪個Key 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要的是這個 Recourse 所以其實Recourse 你可以自己點兩下 把它複製好了 或者是直接打上去也可以 我要這個Key喔 那你給它Key之後 它會給你後面的Value 所以喔 我假設說 我這邊把它貼 貼到這邊來 OK喔 我要GET它 它會Return給我的是什麼呢 Return給我的就是一個 一個串列 就是後面的Value 所以後面 前面我用一個變數 叫List 1好了 去接它 等於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 GET到的這個Recourse 它會回來就是後面的所有Value 但是特別注意喔 它不是串列喔 它還是字典的Value形態 所以如果你要轉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變成一個 你可以用的串列形態喔 你在這個外面還在包一個轉型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字典轉換成串列 這個特別注意喔 字典跟串列是不同的形態喔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把它變成串列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前面再加一個List 把它轉成 所以轉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print一下 所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List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裡面應該放的是 就是Recourse後面的那個78筆資料 所以執行之後的話看一下喔 我不會滿混亂的 其實就得到這些啦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串列沒錯 串列的結束 串列裡面的話就是放一個一個的大瓜糊 所以這個 滿多的 應該在上面 在這裡 其實得到的結果有點像這樣 就是我用這個來看 比較 有點像這樣 它一個中瓜糊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print出來應該就是這些東西 那如果假設我要它後面的value的話 那我就是在針對我得到的這些東西 去取得values的部分 所以特別注意 得到之後的話 我如果要只有values部分的話 那你後面再點 點values 小瓜糊 我不要key跟value啦 我只要values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它得到的應該就會是 就是只有 後面的value部分 ok 那如果假設啦 我這個地方 我把它get之後的話 ok 看一下 paint一下 它好像 跟真的一樣 這個values應該是要加在底下 那假如說啦 我已經轉換得到它的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囉 ok 那接下來我如果只要 它後面的那個values的話 那接下來我就再針對這個 這個資料 把它做一個 我再把它關閉 print再把它關掉 所以執行這個 ok 這應該ok啦 所以剛剛的那個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記得是在23頁的地方 剛剛是這個地方是22頁 然後剛剛這個是在23頁的地方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把它只取得 我要的那個values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跑個回圈 把它裡面的values全部取出來 就ok了 所以底下的話呢 一樣 那你可以用那個for each 或者for i也可以 for i in range 那這個寫法 跟前面寫過的蠻像的 就是把這個串列 全部都跑一遍 那我們就是怎麼樣 用len就可以了 當然你可以 有沒有 就是跟它講說 從零到 這個全部 把它全部都把它輸出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把它print出來 不過 如果我要只取得那個values的部分的話 那我可以用list2 多一個list2 這個list2的話呢 你可以從那個list1裡面 因為例子1裡面呢 其實喔 不過這個應該 取得的應該會是 一個di 裡面應該是大瓜五 所以這邊應該更正一下 應該 這個變數名稱 我看乾脆這樣好了 我這邊先不要轉型 我這邊先把它改叫 這個應該叫 比較精確的應該是 di di ct2 因為它得到的應該還是一個字典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也是 di ct2才對 這樣會比較精確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把它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都抓過來之後的話 那我只要取得它的什麼 取得它的values 所以 把它裡面的那個 一樣喔 這邊 中瓜虎 i 第幾個 然後呢 再把它點values 小瓜虎 意思就是說 我要只要取後面的資料 我不要取前面的key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它 它是一個字典 假如說你要變成一個串列的話 一定要記得外面 後面 它外面一定要再包一個list 把它轉型一下 OK 好 轉完之後的話 應該就得到我們要的吧 然後最後的話 這邊再把它print一下 把那個list2 把它print出來 這樣應該就得到最後結果了 這個可以把它關 這個應該就可以把它 因為我剛剛改了名稱 這個應該叫 Doc2 這樣比較精確啦 因為叫list 其實它 剛剛那個應該得到的應該會是 大瓜虎嘛 那一定是字典 OK 好 所以我就先get這個recourse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字典裡面 然後再取得這個字典裡面的values 就後面的資料 放在list2裡面把它print出來 我試一下好了 這樣應該OK了 把它執行 OK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話 那就會是 我們要的78筆資料 裡面的後面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我寫的程式 在雲端上面也有 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上面 第23頁的地方 不過我有改一個名稱 我改這個list1這個 我改成叫 Doct2 因為這樣比較精確啦 不然的話 這個名稱 比較容易混淆 OK Doct2 其他應該就OK了 其他都一樣 然後把這個value 記得喔 這個外面一定要包一個list 把它轉型一下 如果沒有轉型的話 那它就會 會 一樣是字典的形態 會造成錯誤 所以如果假設你外面沒有裝 沒有加這個list2的話 list的話 這個假設沒有 如果沒有轉型 你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就不是中瓜糊 而會是一個什麼 DICT values 的一個形態 顯然不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的是一個 標準串列的形態的話 那記得 外面一定要再加一個list OK 那執行 這樣的話 就會得到的是串列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針對這個資料 最後啦 大家如果已經變成了 78個串列的話 那後面應該就簡單 可是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想要把它變成 變成那個 CSV的話 可以怎麼做 CSV 或者是ECAL 或者是資料庫 試一下 哦 會不會做到的 讓我們有任何 我們會做的 我們會做的